C樓劈價潮氣勢如紅 新地啟德天曬天 開出啟德區內 7年新盤首批價錢的新低之後 在中美放水的氣氛刺激下 吸出了大批下緣 首批賣的單位去到星期五折票後 總共錄得近3萬張票 一客最多是6張票 扣了些發水票 即是最起碼有5000個准買家入票 打破了今年4月 詳實劈價盤 無足省閘的Bull Cores 收了2.8萬張票 當時長實的盤是一客最多8張票 扣了些發水票 即是最少有3500名准買家入票 不論是票數或是客資量 新地啟德天曬天 極有可能成為今年的新盤收票 亦都反映出短期新盤的樓價 有機會碰到低位 之後會有不同的樓盤去接力 包括了長實的Bull Cores 三支旗 華貿的長沙華 和其他發展商的新盤會接著賣 長實早前在報紙說 黃租坑站的項目有10%的加價空間 這個有可能是真的 有可能是出口術 長實是很懂得說股仔的一個賣方 股仔說得好 銷量自然高 我個人認為長實會以原價推盤的可能性很高 而且新一批單位中 主打是兩房的中小型單位 都比較切合市場的投資需求 如果到時股市氣氛仍然維持暢和 市場應該會有足夠的承接力 而去到本月中 特首會宣讀新一份施政報告 而近期中央政府的政策 主要集中火力去救市 相信不少發展商都在觀望 香港政府會不會再出台一些刺激樓市的措施 如果我們看回數據 香港新盤的存量是接近10萬戶 發展商本身的庫存是很有效力 就算樓市怎樣好轉怎樣利好 在這段時期 發展商都未必敢大幅去加價 除非好像新地啟得天洗天 本身是一個優質的地王項目 而它開出的第一批價錢是叫善本價 最主要吸引整個市場的注意力 相信今天一定可以沽清第一批單位 相信第二批應該會提交去賣 不會好像第一批那麼便宜 甚至跟隨第一批賣的招標單位 實質上暗瓦底已經加了5-10%的價錢 除了私樓市場有大量的選擇之外 居屋2024也有五大屋樣去選擇 房委會首日只收到接近6700份申請表 創了2019年推出網上交表的新低 情況就不像以往的設計 一來在跌市的時間 私樓和居屋的價格相差不多 如果有得選擇 市場的買家都傾向買私樓都買居屋 二來除了啟得的啟月園之外 其他屋園都不太受到關注 最主要原因就是地點太遠 或者是關鍵日期太長 例如油堂的高希元 他的樓花期可以長達3年半 3年後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 所以風險無達 3厘居屋本身也有一個救贈的限制 例如買家要鑽滿5年才可以在居屋市場做二手的轉讓 滿15年後才可以用保地價 當私樓賣出去的市場 這些限制都削弱了居屋的吸引力 不過股市大猶 按以往的經歷 樓市是滯後股市3至9個月 這種情況會不會發生 你又覺得現時是不是接近樓市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樓居居居居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